今年的8月3日是大熊猫桃桃的生日 如果桃桃还在我们身边 我们两脚兽一定要给它送上一个14岁的生日蛋糕 但是桃桃的字典里并没有生日蛋糕这个词 早在12年前 小小的桃桃就走出了另一条熊生路 作为全世界第一只成功野化放归的大熊猫 桃桃回到山林已经快有11年 这11年里我们一直有它的消息 此刻它生活在四川十面县的小巷岭山系里 有自己的地盘 还有自己的马仔 跟山里的女熊生了女儿 前几年还当外公了 这期High Panda就让我们走进桃桃的故事 看看桃桃回归山林之后的那些年里 它经历了什么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High Panda 治愈细熊猫故事 桃桃是一只天选小熊 从它被孕育开始 就是集合了最优秀资源 桃桃的妈妈曹操 爸爸卢卢 都是幼年被救助回来的野雄 草草妈妈生桃桃的时候 是八岁 第二胎 既有经验 又是最佳繁殖年龄 桃桃出生 虽然裹着的是人类小宝宝的包备 是被人类叔叔剪断的期待 但是他小小的身体里 流淌的还是他野生爸爸妈妈的血脉 可想要成为一只野生熊猫 只有优秀的基因还不够 后天的培养才是最关键的 桃桃出生后 科研人员为他做过体检 就把他还给曹操 从那之后就不再跟桃桃见面 不会给桃桃喂食 让他对人类保持警惕 每个月的三号是桃桃体检的日子 不能和桃桃见面 两角兽就用这样的办法 为桃桃提供体检服务 教练曹操认真负责 言传身教 桃桃两个月的时候 晚上来了个果子梨 果子梨还没有走近 曹操就果断扑过去 驱赶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曹操教会了儿子爬树 桃桃有过在树上待36小时的记录 这也是一种超强的忍耐力 熊猫在野外是很有战斗力的 在四川野外 熊猫害怕的就是遇到豹子 为此工作人员给桃桃进行了训练 对突然出现的豹子玩偶 桃桃非常警惕 就在他想靠近的时候 假豹子发出了叫声 桃桃立即上述躲避 除了这些基本生存技能 桃桃还接受了一项特训 野生大熊猫是一种领地性非常强的动物 这是熊猫社会的规矩 在人工环境下长大的大熊猫 这种社会行为已经被遗忘 为此 野陪团队专门对桃桃的熊猫社会行为进行训练 就是教他如何驱赶同类和同类战斗 说白了 就是训练桃桃打架 桃桃一岁半的时候 除了妈妈 没见过其他熊猫 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将另一只一岁半的同龄小伙伴 放到了桃桃的地盘上 桃桃非常好奇 打量了这个跟自己长的一样的小家伙 让工作人员感到欣喜的是 桃桃克福好奇心之后 对这个外来户发出了驱赶的低吼声 2012年10月 桃桃两岁零两个月 培训合格 到了将他放归的时候 桃桃放归的地点 是四川十棉县 境内的栗子坪自然保护区 将放归地点定在这里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里地处穷来山脉的小巷岭山系 这一带熊猫的领地 正变得碎片化 野生熊猫种群被分割之后 无法交流 熊猫数量正变得越来越少 桃桃的任务 是要给小巷岭山系补充熊口 两岁的时候先混进去 站下地盘 长大之后 再跟当地的女野熊生孩子 附撞这片小种群 然而桃桃放归时 表现却非常一般 2012年的10月11日 这天来了好多领导 由领导打开桃桃的龙门 桃桃却不给面子 没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冲出龙舍 而是在笼子里呼呼大睡 赶也赶不出来 最后是被被板推出去的 桃桃上山之后的开局 也不顺利 放归后的四个月 桃桃都没有离开放归点麻麻地 一直围绕麻麻地周围500米半径活动 桃桃非常的谨慎 小巷岭山系 有47000多公顷的面积 90%的地方覆盖了植被 竹子和水源不成问题 但是根据前期的普查 这里面生活着13只野生大熊猫 偶尔还会有雪豹 黑熊来串门 果子里和黄猴雕更是常见 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桃桃通过自己的感知 做出的判断是 一步一步来 先不急于往山上走 他就在放归地附近住了下来 四个月后 桃桃摸清了周围的环境 才开始向海拔更高处行进 就在这个时期 桃桃抓落了脖子上的项圈 桃桃不知道 这个举动引起了科研人员的紧张 他们担心桃桃出意外了 也陪专家连夜派出一支 30人的队伍上山搜寻 搜寻小队在3300米高的一棵枯树旁 找到了桃桃弄掉的景圈 见周围并没有打斗痕迹 才稍微放心 为了给桃桃重新带上项圈 给他的野外闯荡加个保险 监测队员们 开始在野外寻找桃桃 几个月里 这几位成员 走遍了所有桃桃可能出现的地方 有几次都见到桃桃了 但是根本抓不住他 直到2013年的10月13日 在海拔3000多米的丛林中 正在觅食的桃桃被找到了 他吓得躲到了树上 监测队员成绩把他堵住 摇来了好多人 不下天罗地网 给桃桃来了一针麻醉 总算把他抓到了 给桃桃带上项圈后 大家陪着桃桃等待他麻药苏醒 桃桃将醒未醒的时候 监测人员赶紧溜走 桃桃醒来后 蒙里蒙懂 摇摇晃晃走了 很多人都批评给野放的熊猫戴项圈 但其实科研团队解释过 项圈是根据不同年纪的熊猫专门设计的 看上去勒脖子 但其实是毛多的缘故 每次佩戴项圈时 都会确保能放进两根手指 而且这种项圈 会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动脱落 桃桃的新项圈2013年10月戴上 到2015年的10月就自动脱落了 这两年里 桃桃从三岁长到五岁 因为戴着项圈 她的安全有一定程度的保证 桃桃在离开放规点妈妈地之后 逐步开始在整个粒子屏活动 地图上绿色的点点 是她到过的地方 桃桃真是很能跑 向西 她去了公益海 往东 她走到了竹马河 甚至还越过了山脉 离开石棉县 跑出了粒子屏保护区 去隔壁的甘落县考察了一番 桃桃活动的范围 从海拔1800多米 跨越到3300多米 整个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 走过了高山小溪 看过了不同的风景 尝过了不同地段的竹子 桃桃最终把自己的家 安在了保护区的中心 这一带就是桃桃的家狱 谨慎的桃桃 一开始让人担心 后来就越来越成熟 她从小锻炼而来的 适应能力和忍耐力 让她在山林中站稳了脚跟 桃桃能有自己的地盘 肯定跟别的野生公熊干过架 我们无法看到桃桃打架的情景 但是看看红爱镜头 捕捉到的其他熊猫的画面 可以带入想象一下 桃桃也干过这样的事 桃桃打架肯定迎面是不小的 要不她不可能在山里的中心区域 打下自己的江山 而几年后 桃桃被科研人员回捕的体检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发现大熊猫后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用检测仪器 扫描到大熊猫体内的液体芯片 确定它就是五年前 放归自然的大熊猫桃桃 随后 兽医对桃桃进行了体检 结果显示 桃桃体重115公斤 生长发育正常 身体健康 然后它的背毛啊 还有皮下脂肪啊 除背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也没有发现 它身上有什么外寄生虫 很干净 很漂亮 体检过后 桃桃被放了回去 它醒来时 不知道会不会又以为 自己做了个梦 梦里面 小时候见过的熊猫鬼 又来找过自己了 桃桃在栗子平建立家育的这几年里 她可能还遇到过 张响和自己的亲妹妹花娇 张响是桃桃家 隔壁张卡阿姨家的女儿 比桃桃小一岁 也比桃桃晚一年也放 而花娇是桃桃离开妈妈一年后 妈妈又生的妹妹 花娇在2015年放归 那时候 桃桃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 这张图上 橙色是桃桃的活动区域 旁边的蓝色 是妹妹花娇的活动范围 绿色的部分是张响的 张响和花娇的活动区域都不大 看来这两个妹妹都很宅 不爱到处乱跑 妹妹花娇的家 紧挨着哥哥桃桃 不知道他们相遇的时候 是不是通过彼此的生物密码 闻出了亲人的味道 草草妈妈要是知道 儿子和女儿住得这么近 应该很高兴吧 在栗子坪里 还有一块地盘 是属于卢心的 卢心是2009年中心 救助的一只雌性野胸 救助的时候五岁 生病后跑到公路上求救 卢心病育后 中心将卢心放归 放归的地方就是栗子坪 不过卢心放归的时候 桃桃还没有出生 卢心是先到这块地盘的 卢心本来就是野雄 不能算是野化培训的 卢心放归以后的第三年 桃桃才来到栗子坪 不知道桃桃有没有遇到过 这位比自己大六岁的姐姐 卢心后来多次被监测到 2014年 她还被拍到正在带孩子 不过按照时间估算 这个孩子不可能是桃桃的 因为那时候桃桃还不到四岁 桃桃有自己的孩子 我们没法偷窥到桃桃找老婆的过程 但是这段野生大熊猫 争夺配偶的画面 也可以让我们带入桃桃想象一下 作为卢黄的儿子 相信桃桃泡妞的本领应该不差 科研团队的生物监测技术表明 例子坪里有一只编号 LCP92的野生大熊猫 就是小桃桃 她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桃桃的女儿 这只雌性熊猫 近年还生育了孩子 所以桃桃已经升级当外公了 至于桃桃是不是到处留情 还有没有其他孩子 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了 要按照熊猫的习性 桃桃在这件事情上 肯定是个大猪蹄子 她只管交女朋友 又不管带娃 自己有没有孩子 根本搞不清楚 这么多年来 科研人员始终通过各种手段 关注和监测桃桃的动静 有专人负责去桃桃可能活动的地方 设法捡到桃桃的青团 扒开看一看 她吃的是竹叶 还是竹竿 咬河是不是整齐 牙扣怎么样 最近的水喝的多不多 当然 大家更希望的是 捡到别的小熊的新鲜粪便 可以带回去测一测 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小桃桃的存在 回归山林十二年 桃桃已是竹林里的隐士 我们想找她 她肯定避而不见 现在桃桃十四岁了 在过些年 她的打斗能力肯定会减弱 抢老婆的战斗力也会降低 不知道在老一些的时候 桃桃愿不愿意回到我们人类身边 小时候抱过她的不是熊猫鬼 而是爱着她和她的族群的人类 当然更希望桃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有人质疑为什么要野放熊猫 要知道熊猫本就应该活在山野之间 在野外的桃桃 所见过的风景 是圈养熊猫一生都没有见过的 海胖的治愈细熊猫故事 海胖的状态 海胖的状态